筷子和曼多拉哪个能吃饭 曼多拉 啊不是筷子能吃饭吗 雅南回答正确 小西手机和可乐哪个能喝 手机 回答正确 手机怎么能喝呢 这老是怎么回事啊 土豆蚂蚁和恐龙哪个体积大 当然是恐龙啊 回答错误 土豆你上课怎么学的呀 我都教了很多遍了 就是恐龙呀 不对是蚂蚁 怎么可能是蚂蚁呢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 土豆你给我回家反省去 明明就是恐龙呀 这不奇怪呀 为什么呀 哎呀真搞不懂 怎么了土豆 爸你说筷子和曼多拉哪个能吃饭 当然是曼多拉了 啊那手机和可乐哪个能喝 当然是手机了 那恐龙和蚂蚁哪个体积大呀 那肯定是蚂蚁了 你怎么回事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 你学要怎么学的 啊你们有问题 这么回的人好奇怪呀 小精灵 小精灵 你快出来呀 怎么了 胡子 叫我干什么呀 小精灵 大家变得都不正常了 不是大家都正常了 是你做了固丝魔法 固丝魔法 对 所有的故事你都听不见 什么意思呀 世界是这样吗 筷子和曼多拉哪个不能吃饭 曼多拉 手机和可乐哪个不能喝 手机 恐龙和蚂蚁哪个体积不大 恐龙 啊 那我爸是怎么回事啊 你接着看 爸你说筷子和曼多拉哪个能吃饭 当然不是曼多拉了 那手机和可乐哪个能喝呀 那手机和可乐哪个能喝呀 当然不是手机了 那蚂蚁和恐龙哪个体积大呀 那肯定不是蚂蚁了 那肯定不是蚂蚁了 这下你明白了吧 其实做的一直都是你 那我为什么会种固丝魔法呀 你接着看他 儿子该吃饭了 哎呀不不不不不不我不吃 别打游戏了 哎呀别管我不不不不不我就要打 啊 该睡觉了 哎呀不不不不不不我不睡 原来我说了这么多布子呀 我爸让我干什么我都不干 对呀你每天都在说不不不不不 所以才会做布子魔法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才能解除掉布子魔法呀 以后只要少说点布子就能解除魔法了 那好吧 好 同学们 你们以后在家一定要多听布的话哦 少说布子 说布子 说布子 reques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